有字 我看看 还真是 是不是只要强光透过纸张 就会印出字来 多多看 我决定搞清楚他是谁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 准备了一把手枪 在屋里等他 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开枪了 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比起你原来那个丈夫 我是一个比他好一点的人 那我的丈夫 他现在人在哪儿 如果你要为他报仇 你现在就可以开枪 你别过来 我突然想起这段日子 他为我包扎伤口 陪我跳舞 为我换眉 我就放下了架 以前阿清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 我只要一个爱我的男人而已 他是不是阿清并不重要 那天晚上 他将一切秘密都告诉我 怎么着 调商不想给钱呢 放手 告诉你啊 我可喊人了 放手 这人调商不给钱了啊 放手 傻流氓啊 傻流氓啊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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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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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还将小蝶的事情 也告诉了我 原来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我渐渐原谅了他的欺骗 并接受了他 这后面的字 越来越潦草了 根本就看不清楚 按照时间推算 那年 曾淑雅在写日记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办住了他 导致他无法记录后面发生的事情 这最后一行字是 他 回来了 什么意思 我在想 会不会是真的上官庆回来了 根据我的推测 当曾淑雅写下他回来了之后 就遭到了真上官庆的攻击 也就是说 被慕南岳剥去脸皮的那个人 是曾淑雅真正的丈夫 没错 这个无蔑人 认为是慕南岳夺走了自己的一切 还占有了他的老婆 于是他先杀曾淑雅 后要杀慕南岳的时候 反而被慕南岳灭口 这也是我叔叔这么多年以来 讳莫如深的 他应该早就警告了文轩 在找到曾淑雅之后 不准再调查下去 这也是他们父子之间 最大的嫌隙 这也是你叔叔 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圣果的原因 不过他已经得到一颗圣果了 为什么还要得到一颗 据我推测 如果小蝶早已复活 我叔叔早就在他云走高飞了 即使人间繁华百十倍 也比不上他心中的那团火 永不熄灭 那曾淑雅呢 他要是复活了两个女人 岂不是可以做想其人之福了 绝对不会 看一看 上次我叔叔要复活小蝶的时候 因为某些原因失败了 所以这次 他先找机会复活曾淑雅 一位是良妻 一位是至爱 先复活谁 真那么重要吗 这叫情意 你不懂 我也不懂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